好 同學來看這一題 他想問說他的風向 第一個要問風向 其實配方的方向叫風向 第二個要問氣壓分佈線到底是什麼 簡單說等壓線到底怎麼分佈 那來看這一題之前呢 我們先用一個簡單概念 稍微說明一下 那首先是白天嘛 所以我這裡畫一個太陽 OK嗎 那我們就符合他的趨勢 就是陸地跟海洋 陸地跟海洋 海洋我特別用藍色 有看到嗎 海洋特別用藍色 那同學要一點概念 什麼概念 陸地的這個地方比熱比較小 所以太陽在照射之後呢 陸地的溫度會怎樣 上升比較快 他屬於溫度比較高的地方 T叫溫度 temperature 溫度比較高 那相反的相反的 來另外的地方叫海洋 海洋呢 因為他的比熱比較大 溫度上升比較慢 他就屬於溫度比較低的地方 稍微啦 相較比較低的地方 對吧 所以變成說陸地跟海洋會有溫差 那同學要有概念 如果在溫度高的地方 會變什麼 會變這裡的空氣團塊 特別的高溫 會變什麼 會變上升氣流 所以到時候他就會長這樣 長上去 可以嗎 上升氣流 到時候就是變成什麼 對流朝上 同學這OK嗎 然後相反的 來這個地方屬於溫度低 溫度低通常會怎樣 讓空氣團塊溫度低嘛 會變下沉嘛 溫度低的空氣 密度比較大 這個地方就會變 所謂的 下沉的氣流 好 下沉的氣流 到時候一邊上升 一邊下去 上升的地方呢 因為空氣離開了 這個地方會形成什麼 低壓區 就是所謂的L嘛 低壓區 那相反的下沉的地方 會變什麼 會變高壓區 因為空氣在這邊聚集嘛 就變H 所以整個水平的風向呢 你應該就會看對不對 就是由我們的 左手邊的海洋 吹到右手邊的陸地 到時候風向就是往這個方向 這種風呢 因為是從海洋吹過來 所以我們都把它叫什麼 叫做海風 記得吧 白天是吹海風 相反的相反的來 在高空的氣流循環呢 應該是從 陸地這個上空呢 吹到海洋這個地方 做一個循環的動作 行嗎 所以白天是吹海風 大概是這樣子 那老師 那等壓線的分布 怎麼分布呢 來等壓線呢 可以想像成這兩邊 有兩坨空氣 原本這兩坨空氣呢 好像相去無幾 所以等壓 等壓線應該是水平線 但是呢 我們左手 我們的右手邊 這裡的陸地呢 因為白天的時候怎樣 白天的時候呢 它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很像我們 右手邊這個地方的空氣 忽然幹嘛 忽然膨脹 膨脹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等壓線給撐開 這邊又不一樣 因為這邊是溫度比較低嘛 它的好像會等壓 好像把空氣的地方給收縮一樣 所以等壓線呢 就會被擠起來 所以整個等壓線 分布會變得比較特別一點 它會變成這樣 從這個地方呢 好像是收縮有沒有 這個地方好像膨脹 把它等壓線打開 所以想像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同學有概念 我雖然畫兩條等壓線 但是呢 越下面這一條呢 因為通常大氣呢 是越下面壓力越大 對不對 所以這兩條等壓線 一呢 是這條叫壓力大 壓力叫做P嘛 對不對 壓力叫做P Pretion嘛 壓力 這是壓力大 這一條現在是壓力小 所以整個分布就變成這樣子 高溫的地方呢 很像空氣膨脹 把等壓線給撐開 低溫的地方呢 很像等壓線幹嘛 收縮空氣收縮 把等壓線擠在一起 所以感覺大概是這個樣子 行嗎 而且真的是這樣喔 地面上這一點喔 靠近地表這一點喔 這個地方呢 因為在等壓線的下面 壓力比較大 越下面壓力越大 這個地方呢 好像差不多在等壓線上面 所以壓力是相對這邊比較小 所以風是有高壓 吹向低壓 這樣同學會嗎 所以OK的話 我們就回到這個題目去選 我們就回到題目上選 來這個題目呢 有四個箱給我選 那我們就選 我們剛剛畫出來那個等壓線 高溫的地方是要陸地 空氣很像膨脹 把等壓線撐開 低溫的地方是海洋 很像空氣在收縮 把等壓線擠在一起 所以這一題要選答案的話 我們就優先去選誰 選溪 而且白天還是吹海風嘛 所以氣勢往右手邊飄 江同學 這一題可以嗎 Yep 好 感谢观看